单会比赛是硝烟进阶八品炼药师后的初次炼丹 而由于三千夜眼火的缘故 注定了这一次单会必将出现众多黑马 而硝烟又该如何在众多参赛者中脱引而出呢 在经过了前两项筛选后 真正能够参与最后炼丹比试的炼药师 已经可以算是整个大陆中的佼佼者 硝烟巡视一圈 发现竟还有数千之人 不由在心中感叹 此次炼丹比试 当真是不愧于丹塔在炼药师中的地位 在悬空会长简单的开场词后 各个参赛者便开始如火如荼的炼丹 一时间上千人同时升顶 场面不可谓不壮观 硝烟知道炼丹是一个长久且需要专注的事情 因此选择了一处位于比赛场地边缘的位置 在准备调膝的时候 硝烟发现丹臣 曹颖 宋青等人均与自己一样 选择了较为边缘的席位 所谓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从这席位挑选中便能看出 这三人至少在炼丹上都有着歇血的造诣 明白炼丹环境的重要性 当然 这三人若连这都不能明白 也不会被丹塔如此看重 在硝烟正欲收回目光时 发现了在丹界中袭击自己的魂殿木骨老人 而他的位置正好离曹颖三人不远 毕竟曹颖等三人 可以说都是能够进入炼丹大会前十的热门人选 这木骨老人如此席位 极有可能在炼丹的关键时刻 以上自己的实力对其三人造成一定的干扰 硝烟明白 这木骨老人竟然是冲着三千夜炎火而来 一定会让自己降服三千夜炎火的概率最大 不让其他人动手 那么夺冠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同时 这木骨老人还是魂殿之人 魂殿与丹塔向来势不两立 若让木骨老人夺冠 对丹塔的名声也是一种打击 硝烟本对此可以不怎么在意 但是 丹塔不仅给硝烟提供了魂祭的修炼方法 丹塔的玄空会长更是要老的昔日好友 硝烟与魂殿之间的恩怨也积蓄已久 这木骨老人还多次袭击硝烟 若不是紫炎的及时出现 恐怕硝烟早已被木骨老人所抓 而且 硝烟对三千夜炎火也抱着志在必得之心 在这种种的因果纠缠之下 硝烟知道自己一定要阻止这木骨老人 奋力与他争夺这单位的冠军 不让魂殿的轨迹得逞 在众人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后 都逐渐开始起火炼丹 而简单的生活便能够看出魂殿的企图 当年韩峰为了博得自己的一条生路 不惜将自己的异火海星燕 献给了魂殿的木骨老人 而在这炼丹的时候 木骨老人就倚仗着自己异火的强大 将周围参赛者的受火引起骚动 更有已经在炼丹的不幸者 更是因此而导致自己的失败 硝烟见状自然不可能让木骨老人耀武扬威 于是将自己的琉璃连心火凝炼成一条火龙 远远地对木骨老人的海星燕发出咆哮 以施加威压 最终将木骨老人的海星燕下回体内 这也可以说是在炼丹会中 硝烟与木骨老人的第一次交锋 木骨老人见状 只好冷哼一声 决定先行炼丹 彼时结束后再收拾硝烟 硝烟错问木骨老人的目的也已经达到 于是也开始召唤出万兽顶 准备炼制生骨容血丹 此次炼丹是硝烟进入八品炼药师后的第一次炼丹 在提炼药材阶段 硝烟就明显感受到了提升 只需要心神一动 这些药材都可以提炼至最精纯的程度 同时所有被硝烟提炼过的药材 都带有些许的灵气 即使很淡 也足以让药材的品质上升一个台阶 在后续药材的融合凝炼中 拥有灵气的药材 也比寻常药材更容易凝结为单药 转眼间五天过去 硝烟的药材均已提炼完成 虽然中途有过一次失误 但最后还是完美地提炼出了所有的药材 并将其分为了三团火球 在这火球之中 就是硝烟提炼出的药材 现在就差将这三团火球顺利地融合 断烧成丹药雏形 最后承担 便算是完成了此次的炼制 这一步称之为熔丹 这熔丹看似容易 但各个火团中的药材药性都各有不同 若是不能将之协调好 失之好理 那么炼丹的结果就将差之千里 乃至于前功尽弃 于是硝烟决定先行休整 恢复自己的状态 调休的时候 硝烟同时关注着木古老人与曹英等人 但奈何他们的药顶 均是有着保护机制 掩饰了炼药的波动 让外人不能探视其中的炼药进程 恢复好之后 硝烟便开始了熔丹 却不想此时 便已经有着丹雷开始凝聚 这说明已经有人炼制出七品丹药 虽然通过感应 硝烟发现 这个丹雷的强度并不高 或许只有七品顶级的程度 但也已经说明了 此次丹会的人才济济 而有了一个人的丹雷出现 后面几天 每天都开始有着丹雷生成 可谓是一雷落万雷出 往日难以一见的七品丹药 在此时被纷纷炼制而出 不过硝烟发现 虽然因为一时间丹雷众多 而显得声势浩大 但平均到每一个丹药中 却并不强烈 最高品贴的丹药 应该也就仅是七品终极罢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场上仅有数十位炼药师 还在炼制自己的丹药 而炼制的数十人中产生 毕竟越是好的丹药 炼制所需要的时间也就越长 到此时 还没出现丹药的炼药师们 就好像在争取那压轴出厂一般 炼制的时间越长 自己丹药所吸收的能量也就越多 而硝烟 曹颖等人 均在这最后的数十人之中 毕竟早在丹会开始前 他们便被丹塔会长所看好 能有如此表现也不稀奇 眼看着硝烟顶中的丹药 已经出具出行 剩下的人数也仅有十余个 炼丹到最后 不仅考验的是丹药 还有炼丹师的意志 毕竟一直全心保持炼丹 对精力的消耗也是很大的 突然一道低沉的声音响起 随后便是一股磅礴的能量传出 天空中的乌云也开始了翻腾 这时又有人炼制出了丹药 众人定睛一看 发现这些波动 是从宋青的药顶中传出 而此番引起的强烈波动 更是之前都未曾见过 宋青此时也一起身 准备迎接丹雷 见到众人如此反应 只觉自己此刻就是天地间的主角 还在为之前自己的吃醋而耿耿于怀 硝烟对此目光却只是在心中冷笑 随后便又专注于自己即将出世的丹药 这宋青的丹药虽是现在最强 但仅仅七品顶峰的丹药 想要和硝烟一争高下还不够资格 曹颖就更不用说了 在丹界中被宋青在危难关头抛下 就已经让宋青在曹颖心中降到零分 况且曹颖自己炼制的丹药 也并不比宋青的差 不过是宋青的早了些许时间而已 见到两人都无视自己 宋青有一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郁闷感 随后便着手准备丹雷 却不料此时天空再次接连升起乌云 短短十分钟内连续生成共九片 也就是说在这十分钟内 有九枚奇品高级的丹药都将出世 本是一家独大的宋青急忙探测起来 发现他的丹雷还是这些丹雷中能量最强的 也就是说他炼制的丹药是超过其余几人 于是心中又生起一种虚荣的快感 当事时只见丹家的丹臣一口惊血喷出 附着在丹药之上 而后天空中电闪雷鸣 其余十片乌云竟纷纷避让 最后丹臣所对应的天空中 出现一青一银两种颜色 而这两色丹雷正是宣告着 丹臣所炼制的乃是八品丹药 宋青正因这两色丹雷呆制时 听见一道娇小声音传来 丹臣妹妹你果然进步了许多 不过想要我认输可没那么简单 宋青听出这正是曹颖所说 转头望去发现曹颖正起身 双手猛然结印随后娇喝一声 起 随即又是一道光柱直冲云霄 乌云翻腾后又是一个轻银两色丹雷 细细探查 甚至能看到其中孕育着些许红丝 短短数十分钟 剩下的炼丹师可谓都是各师本师 天空中一副黑云压成成玉催的氛围 其中又以曹颖与丹臣的两色丹云最为夺目 现场围观群众也知道 此次丹会到了最精彩的部分 欢呼不断 并将目光看向剩余还在炼丹的炼药师 期待更加宏大的场景出现